由天井 过洞 壁龛 永道和墓室等部分组成的墓葬结构 说明墓主的身份应属于飞瓶 考古人员介绍 墓葬已经遭到大范围有组织的破坏 甚至可能是官方毁墓行为 毁墓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由于毁墓 墓葬内没有发现棺果的痕迹 也没有文物出土 但在墓室永道内 考古人员发现了刻有大唐顾昭荣 上官市民字样的墓质 质文凯书近一千字 记载上官昭荣 也就是上官婉儿的世系 生平 享年 藏地等信息 专家介绍 此次上官婉儿的墓葬和墓室被发现 将会对唐代历史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